新聞一開始來看中華館政府十號齋起時 說到合美町中寮百姓公廟的頭前 還有三號橋橋 進行中華館黑客服務 推薦尤其人都建立第一季工廠的重頭電禮 以及說到年代的時候 就能看到這座全新的休息中所 提供民眾競家有一個活動空間 我們帶來滿滿的祝福所有的朋友掌聲鼓勵 中華館政府相關處十號上午 在合美町中寮百姓公廟 還有三號的開坑地 進行中華館黑客提供水花 尤其農得建立第一季工廠的重頭電禮 請動土第一產開地平安 第二產造福地方 造福地方 這條是我們合美町區 由國道二號南側一直到家庭路 這是我們第一冬季 中央農總是半四千一百五十三萬 我們管政府加碼四百五十萬 在這裡把工廠再建設起來 所以未來這裡有一個四米塊 等多四點八公里的這個自行車級人的散布的一個步道 另外在這裡有一個工廠提供給我們的鄉親做多功能的一個使用 包括我們有攀岩 包括我們有些設施 豆牛的這個籃球場等等 可以說提供給我們老中心 都可以利用這個廣場帶著親子一起在這邊 第一季工廠 要建立大約四點八公里的油漆都 包括自行車道 零行補漆 而且在中央百姓公廟頭前的 我們就向王立委向中央部署爭取 我們期盼已久的一個自行車休機的一個空間 以及我們公園的設施 能夠在如期的在今天開工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那時候的王立委 現在的王縣長 然後我們分為兩期 第一期今天開工 第二期聯織到大都西口 然後能創造我們和美的一個休閒的一個娛樂空間 OK提供水化尤其農都 第一期工廠經費大約四千一百五十三萬 以及在第一月的地點完工 官長的王會美表示 將會跟官府團隊繼續努力 真是王OK典友 安心到中央市和分行鄉 王OK下友安心到新港鄉 和這些鄉定的有機經典大創人 增加品種化妝空間 以及提升電行觀光效益 多中華新聞也方有 何必彩虹報道